我在的是对外友好界别 那么对外友好界别呢 它特别关注这个文明互建 就中国的这个高质量发展 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么这中间呢 我们就预养了一个界别提案 当时是我们这个外委会牵头 提出的这么一个界别提案 改进中国高铁服务 这样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很大 一个是对国内的高铁服务要提出意见 但是同时也要参考借鉴国外 那些做的比较好的高铁 他们的一些经验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日本的这个新干线在细节上 他们是有很多经验的 当时我就通过东京之局 还特别对日本的 比如说像精英车厢啊 等等这种服务 做了一些调研 那么我把这些调研的结果 回来之后 按照我的思路整理 提出了我的建议之后 纳入提案当中 没想到后来还真是国家高铁 在给我们回复的时候 就明确表示说 中国也在开始推进精英车厢的尝试 中国的高速发展 实际上是要借鉴 人类文明的一些优秀 做法好的经验 我能感觉到就是说 作为政学院的提案 真是跟国家的这种生活政策 能够密切联系 这是我感到很有收获 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方面 我想在未来的五年里头 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中国 这种和平发展的理念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追求人类共同价值 这种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能够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 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的许多细节 进一步把它细化 推荐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理念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 是吧 更密切的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令人信服的对外界 对国外受众讲清楚 实际上环球同此两个日 也就是说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全人类的更加平等 全人类的更加全面的发展 也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们看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块标语 一直挂的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个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 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怎么阐释好这种 我们一以贯之的不断深入细化的 我们的这种世界意识和人类情怀 这个也是在未来五年当中 恐怕政协 特别是我们对外友好界别的政协员 像我是来自国际传播的政协员 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些问题 怎么去把这个中国叙事讲好